原标题 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 哪一帅一将反对 1979年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访问既是可人 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 实际上是对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 人民日报上第一次以这种口气说话 是1962年对象是印度 众所周知 那一年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印军被歼8000 全线溃退 中国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 保卫边疆作战 由此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解放军进行了一场名为赤龙之后的军事行动 战争分西县云南省和东县广西壮族自治区 两个作战方向 西县先期由杨德志 后期由张志秀指挥 东县由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人取师有指挥 解放军总共共动用的9个军29个补兵师 分别为11军13军14军41军42军43军50军54军55军 及20军第58师 广西军区 独立师 云南省军区独立师 广西军区两个边防本另一个边防营 云南省军区四个边防本另三个边防营 两个炮兵 师炮1师 炮4师 三个高炮师 高炮65师 高炮70师 高炮72师 以及写道兵 工程兵 通信兵等兵种部队 近56万兵力 在约500公里的战线上 对越南发动了突袭 越军以边境一线的六个步兵师 第三 345 346 316A 338 325B师 十余个D 方团 二十余个独立营 及四个炮兵团应战 后期又陆续加入步兵 三百二十七三三七师和若干独立团 独立营 克工营 炮兵 工兵 通信等单位 参战正规军在十万人左右 此外 还有数量庞大的武装民兵配合作战 从1979年2月17日到3月16日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 在一个月内占领了越南北部二十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 在中方宣布取得胜利后 中国军队开 使撤出越南境内 在中国军队撤出后 越南方面竟然也同样宣布了取得战争胜利 伤亡方面 中越双方各执一辞 据解放军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 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显示 在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期间 解放军共阵亡6954人 伤14800多人 其中在攻击的前两天 伤亡人数达到4000人 在2月17日至27日期间 解放军必敌15000人 在2月28日至3月16日期间 必敌37000人 为什么要对越南开战 最重要的原因是 这场战争是邓小平当时就苏联 对中国威胁做出的反应 第二层因素 包括国内政治和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 邓小平认为 与西方结盟和反对苏联的扩张 西方会证明中国的价值 以此作为回报 西方将以资金和技术 帮助中国进行经济改革 而在国内也能够实施经济改革议程 1979年对月 自卫环机战 中国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 打乱了苏联一越南的战略部署 摧毁了越南北部的工矿业 对于保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及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 战争中 中国占领了大部分的边界期限点 将新墨清政府和法国签订的边界向前推进 控制了中越边境地区广大的战略制高点 并在1999年通过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予以确认 虽然当时中国步兵是越南的3.5倍 炮兵是越南的5.7倍 坦克装甲车数量是越南的9.8倍 但这场战争暴露出中国军队除了缺少现代武器外 还有很多弱点 如解放军部分军官军事技能不强 在作战时指挥不力 59、62是坦克在战斗中被击中损失数量较多 56是半自动步枪 在丛林战和近战中火力不如越军装备强大 没有军衔制导致部队打散临时拼舰时 不能迅速确定组织关系 缺少输送 步兵的装甲运兵车使得步兵不得不搭载坦克行进 异受攻击夜线英元帅速日大将 虽然没有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 但他们完全反对打这场仗 他们觉得中国受到的包围 还没有危险到非要发动这次进攻 1979年2月22日 新华社汇总了各国对我自为还击的态度 第一 显得中国支持越南 要求我国撤军 挺火的 苏联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民主德国 匈牙利 波兰 蒙古 阿富汗 埃塞俄比亚 莫苍比克 阿尔巴尼亚 安哥拉 和柬埔寨7月的韩桑林政权 基本上是苏联极其卫清国 第二 对中国表示遗憾 要中国撤军的 老挝 印度 第三 反对中国 越南 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行动有 加拿大 瑞典 并要求我国撤军的 新西兰 第四 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 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 美国 日本 东盟五国 澳大利亚 罗马尼亚 南斯拉 福 英国 意大利 荷兰 挪威 芬兰 伊拉克 第五 对中国和越南都表示遗憾 希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的 欧洲共同体的其他的国家 第六 呼吁谈判解决问题的 埃及 玛利 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 第八 孟加拉国 在普鲁兹和北欧其他国家 第七 公开声明不表态的 葡萄牙 第八 支持中国的 朝鲜民主柬埔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第四 ước冬 went好